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味食堂,我是老李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西红柿炖牛肉 是从西餐的罗宋汤演变过来的 咱们做一下 准备二斤多的牛肉 我这是牛脸肉 给它切成合同块 这么大就行了 然后用水泡好 备用 四个西红柿 直接给它切成大块 也是合同块这么大就行了 然后有两根胡萝卜 切小一点 比合同块小一半就行了 准备一个洋葱 大一点 然后给它切成丁 就这么点小丁 两个土豆 大约三两 切成土豆块 滚刀块就行了 也是合同块这么大就行了 水泡好 最后是圆白菜 我这用了小半颗圆白菜 把根给它去掉了 然后切的片稍微大一些 有多大呀 大概这么大吧 也这么大就行了 然后呢 放在一边备用 您看所有的料都调好了 咱们再看一眼啊 料比较多 西红柿啊 肉啊 胡萝卜 洋葱土豆 圆白菜 起了 好 咱们继续啊 凉水把肉放入锅中 烧开以后啊 咱们把火调至中火 然后啊 慢慢的打去浮沫 甭着急啊 慢慢来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一定把浮沫打干净了 因为这锅汤啊 最后成品以后 是最好的东西 哎 打干净以后呢 咱们搁入几块西红柿 这时候搁入西红柿啊 主要是 使这个汤更鲜 肉烂得更快 盖上锅 小火炖40分钟 炖肉的时候 咱们搁点黄油 放在锅里边啊 大概有二两吧 然后呢 炒这个洋葱粒 这个黄油炒洋葱粒啊 是稀残的做法 但是煸出来的香味啊 确实是跟素油不一样 当然说你要说 觉得这黄油不好 搁素油也行 这个香味出了以后啊 咱们把剩下的西红柿块 放进去 哎 慢慢的把西红柿素 给它煸出来 怎么看着煸出来呢 西红柿出红汤了 哎 这时候咱们下入胡萝卜 继续翻炒 胡萝卜不用时间炒啊 因为待会还有炖的 翻两下以后 咱们呢 就可以调入一些调料了 黑胡椒来点啊 现在这黑胡椒也很好买啊 然后再来两茶匙的盐 就OK了 别多了啊 给这个汤上点底料 哎 继续翻 继续翻 这时候来点灵魂啊 什么灵魂啊 大蒜 哎 拍几瓣大蒜 改两刀 别切太碎了 放进去 继续翻炒 哎 全都 裹上汤汁了以后 咱们挤入这个番茄沙丝 哎 又能提香 又能增色 这也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啊 然后接着炒吧 炒成什么样呢 炒成大东北话说 整个全都软巴塌塌了 这就基本上算是行了 咱们呀 可以 关火 备用了 大家看颜色多好 哎 营养还丰富 好 这时候呢 肉也炖了40分钟了 咱们打开锅盖 把这个菜料啊 全给它放进去 哎 大火烧开 继续 咱们调一点啊 生抽 再调一点老抽 上点色 再炖个20分钟 哎 20分钟以后 我看这色稍微欠点 我再点一点的 生抽和老抽 哎 再点一点 哎 中西何必吗 毕竟咱们吃饭得有点颜色 对吧 再继续炖吧 哎 炖个5分钟以后 哎 颜色好了 这时候呢 咱们放入土豆 哎 还有呢 刚才的 圆白菜 给它搁进去啊 搁进去以后 直接压住锅盖 再炖个20分钟 哎 20分钟以后 咱们尝尝 味道还差点 我现在调点这个迷迭香的调料啊 我老人孩子的一定要坐一坐啊 非常棒 感谢您的收看 回味食堂无限回味 我是老李 喜欢我 请关注我点赞评论哦